这是一场关乎十亿百姓的城乡变革 它装载着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新引擎 如何完成从冬眠到市民的转变 记录新型城镇化的实验与探索 央视财经记者全为专家多地调查评论解读 这是沙漠的故事 也将是你我的故事 新城际特别报告 敬请关注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影财经频道的特别节目 新城际 我是沈竹 今天我们来关注当下中国正在进行中的新型城镇化 在城镇化的开发和建设过程当中 我们经常在提一个问题 是靠市长还是靠市场 这可能是很多地方面临的一个现实 很多的地方依靠市场的自主力量 还是更多的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推动城镇化的进程 确实是一个选择 而如何能让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 能够握到一起来 有效的协调 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 也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的讨论将从一个现实的调查案例开始 进入一个乡村的真实故事 眼前这些异国风起的建筑和陈设 是否让您有置身欧式庄园或者西式度假村的感觉 如果告诉您 这其实是中国的一个山村 您会相信吗 莫甘山 跪于浙江省北部德青县境内 这里竹林成片 富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十倍 有着江南第一山的美誉 围绕莫甘山 有十几个村庄 三万多村民在此世代居住 然而这几年 不断到来的新住客 打破了这里的瓶颈 外国人很多嘛就是 那个地方外国人很多 他那个房间都是上千上万的 私密的装修和环境 外文标注的指示牌 还有不少外国人进进出出 在里面住一晚上要上万元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山脚下 永池边 吃着早餐 接着电话 这是朱燕一天工作的开始 他现在就是这家 有着一百二十一间客房的 西式度假村的管理酒 而眼前这一切 都始于五年前的一次 偶然的经历 秋奶奶祖子贝贝 在墨干山上生活 南非人高天成 是他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 一次无意中的闯入 高天成和他的朋友 爱上这个叫三九屋的小山村 自然秀美的田园风光 没有工业污染 满山瞩目 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国朋友 当即决定 要租下秋奶奶的老房子 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旅馆 当时给您多少租金啊 当时谈的时候 谈的时候他们讲的 他们讲多少我学多少 我不会加的 我以为是很好的已经 上面一个房子 七七 我们这里马路比的一百 和一百很高兴的 一起过来干 一家 秋奶奶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 适时代代以重地和砍毛主为生 家庭平均年收入也就万把块钱 南非人高天成租下他的老宅之后 就地取材进行装修改造 很快 这个青山环绕中西河壁的旅馆 就开始陆续接待了很多在上海杭州工作的外国朋友 随后 高天成又陆续租下七座名宅 总共二十一间客房 每年接待游客三万多人 人均日消费近一千元 如今 村民们亲戚的称呼高天成为老高 把他的旅馆系成为杨家乐 慢慢的 一些来杨家乐玩过的人 也学着老高 在村子里租老宅开旅馆 如今 墨甘山上下 已经有杨家乐三十五家 这当中 老板有来自国内的投资人 也有来自欧洲 亚洲 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人 英国人建的一个 也是一个度假小屋吧 白色的这个是英国的 黄色的这个是丹麦的 对对对 还有其他的吗 那边呢 它是一个杭州的 好像是一个 就是过来 杭州的 还有呢 远处那个呢 上面那户是湖州的 湖州的 湖州的 他们在村里都还不错的 这边有丹麦的 英国的 对对对 然后还有南非的 对 三下 就是刚才我们路过那个村 叫冷坑 它那边的话 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 包括韩国的一些人 在那边做同样的这个度假 小屋 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边 坐起来以后 慢慢陆陆去 就都起来了 对都起来了 就有一点那个 这个 怎么说来着 嗯 跟风吧 而且跟着都还不错 都是在走高端吗 对对 基本上都是在走高端的一种线路 德勤县 地处上海 宁波 杭州 三个发达城市的交汇地 这几年 定位高端消费人群的杨家乐 不仅把村民们闲置的老宅盘活了 而且还吸纳了包括秋奶奶在内的很多村里人就业 形成了一个产业 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也由原来的1.3万元增加到了3万元 不仅如此 莫甘山还在国际旅游市场上出了命 连续两次入选 纽约时报推荐的全球最值得移去的45个地方 出名是好事 但很多问题也随之而来 今天演播室参与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人民大学的郑丰田教授和刘哥 刚才这片子当中很洋气 所谓农家乐我们大家很熟悉 但杨家乐可能有些观众会不是特别熟悉 那这个杨家乐我们在欣赏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他别具风格很有风情 当时有一个小的悬念 所以遇到了一些问题 我先卖个关子 两位认为会是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是房子的拥有者农民和来经营旅馆的这些外国人 他们之间的合作发生了问题 是不是比如说在利益上的分成上面 比如说原来签订的合同的旅行上面的话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产权的模糊可能带来一系列的麻烦 那郑老师猜到这个问题可能是什么 我想因为是今天是杨家乐 可能比如盲目的模仿国外的一些有知识产权的东西 是不是别人杠你了 这能有知识产权吗 没有很多三代的东西 确实人家是有专利的 你要把它搞过的时候 确实有时候尤其是公司的专利 别人是抗议的 比如你把迪士尼的很多这些形象什么都放了 这些很受欢迎 但是迪士尼说我主要是这种 这是我公司的产品我们设计的 它有专利保护的 那么你要享用我的 在有授权 在付专利费才能行 好 两位说的都非常的让我们产生了很多联想 也很好玩 但现实情况遇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接着来看我们的记者调查 独家村的段增多 得清当地民宅的租金已经飞涨了十倍 而且还非常抢手 应该是六十块房子在这边 对对对 然后踏上来 太好了 我觉得这个房子也太好了 就是把房子架空在这个 架空在水上面 朱燕今天和几个同事 正在讨论的是他们新的项目改造计划 他们打算再流转三百目土地 租下十几间民房 修复一个英式城堡 建一个定位更加高端的独家村 可是一件事让朱燕非常担心 问题因为完全是木头房子 他完全可以说 对不起啊 你要关掉了 因为你这个消防没办法通过 因为你这个房间里面 都是木头结构的 木结构 仿照欧洲度假小屋建设的杨家乐 木结构房屋是一大特色 可这样的房屋在中国 消防验收却很难过关 消防问题啊 因为它一出问题的话 就是可能是一种国庆的问题 按照现有的消防法规 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性场所 必须通过消防验收 才能真理营业制造 两层以上建筑 必须设有火灾逃生通道 墙面是粘贴祖然涂层的 而如果是纯木质结构的建筑 消防审查根本通不过 这样摇海跟他们很犯愁 难道让已经出去小镇规模的德勤村庄 把杨家乐都拆掉吗 这样做村民不答应 游客恐怕更不答应 两难之下 他们想了个权宜之机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情 一下子很难突破 那我们当时就要讲 你们尽可能的消防设施 要保守 一个不把你服饰这个鞋来 不把买鲜 就做要尽快的产品 不要到时候这个外来接受 这个薪不套管 这个账笔罗们就是不符合要求 烟盖们不脏 密火薪们不买 消防用水 这些东西 我给他们都提一些要求 要有一个保证 他就是给我们提醒 你要注意这个 要注意那个 然后给我们服务 然后的话 所以的话我们才可以 就是裸心 这个第一个项目 才可以做得这么成功 反响这么大 一边要发展 一边要安全 杨家乐这样的全新业态 涉及外资 外籍人士 如果按照传统的思路去管理 很容易将项目 扼杀在强保之中 对于那些 有利于城镇化 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市场创新 德勤的办法 用他们的话说 就是政府挑担子 自己先把责任扛下来 德勤政府 专门成立了一个 杨家乐服务小组 由分管副县长牵头 公安 旅游 工商等部门 主要领导任组员 召开协调会 解决实际困难 光是去年 就解决问题 三十多个 杨家乐的市场 现在已经越做越大 墨甘山周边 很多村庄的 种植养殖业 也开始自发转型 原本从事花卉 种植 仅关于养殖 等传统农业的企业和大户 纷纷向观光农业转型 德勤政府 已经将这些产业 和杨家乐一起统一规划成了 环布干山 异国风情 休闲观光带 像德勤这种地方 怎么样利用好自己的 区位有识 资源有识 生态有识 怎么样先到上海 杭州 特别是杭州的一些命运 当然接下去 我们可能上海的资源 要大大的 因为上海的都是 高端资源比较多 张宏春 昨天刚从杭州出差回来 他此行的目的 是希望利用德勤到杭州 普通铁路的赋予命令 每天早晚 加开十列 两地试交列车 方便那些 往返两地生活工作的人们 这也将成为 德勤与杭州 即高铁 高速公路 乘寄公交车 水路后 另一个便捷的出行方式 通过片子 我们了解到 现实遇到的是一些消防的问题 包括可能政府也是有担心 所以将来出了问题 才怎么办 当两位听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们第一反应是什么 其实 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 本来是一个农家乐 现在变成杨家乐了以后 它的性质是不是就发生了变化 那么原来 如果要是农民自主经营的农家乐 我们知道 这些年来 尤其是南方的很多地方的郊区的话 都有大量的农家乐 你比如说成都著名的三圣花乡 我们外地人去成都以后 大家本地的朋友都会帮我们带到那个地方 那么通常情况下 这个农家自己在这个地方经营 那么这个时候 政府税务部门也不会不大去收你的税 或者消防也不大去管你 卫生可能会有一些预防 会有一些管理 但是相对而言 没有把你当成一个正规的经营场所 但是现在你变了性质 你现在进行了投资 然后对房屋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改造 在外面看的话 它也不是一个农社 而且它已经完全是照一个旅馆来经营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那么有关部门 它就要去理性它的责任 对吧 那我消防部门就要管你 是不是能够通过消防的验收 对吧 那么卫生部门就要管你 所有的你这些农家的这些服务人员的话 他们的卫生许可证 健康证是不是办了 其他人都会上门来的找你 都会上门来 其实作为企业来说 或者作为开发的人来说 是蛮负担重的 作为这样一个刚刚开发的模式 这些负担 或者是这些个政府的手 到底到什么样的位置合适 可能是我先想到的 我不知道郑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因为像一般的农家 在发展过程中的 你要看它自明的问题 还是可以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慢慢可以客户的问题 比如我刚才讲的 你剽窃别人的知识产权 可能真是别人较劲 这是可能自明的问题 但是如果比如在发展中 我出现了一些 比如刚才老刘讲的 消防或者是这些卫生 这些东西都是很简单的 所以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比如这个东西刚发展起来 各种各样的吃拿卡要的管就来了 一下子就把它给管死了 实际上我觉得有很多地方这么很高明 我要什么呢 蓄水养育 那么这个地方发展起来之后 很多人来了 自然的各种收入都上来了 你在它刚刚发展阶段 你一次借字借康大借口 然后你把它掐死了 上对你 对农民都没有好处 其实还要摆证 服务的这种姿态 我觉得这可能是难的 农民的这个房子 自家的这个房子 现在用来做来经营 它到底属于什么样性质 如果要是我们完全抠字眼 按照我们现在城里面的 这一套管理方式来管理的话 那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 由农家乐演化过来的杨家乐 那么最后呢 可能在萌芽状态就被掐死了 也就是在条文中 没有任何的资质给他们 但是呢 因为市场需要他们 所以就诞生出来了 而且还受到市场的欢迎 那在这个突破的过程当中 政府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政仙人们 我觉得是这样 实际上咱们国家的法律 也在往前折 因为过去的农村呢 因为老外来的特别少 那以后的老外来的多了 然后呢慢慢提供这样一种服务 所以你相对应的 法律的慢慢在跟上 你不要说过去不存在 所以你现在就不准 所以你看这一次 十八年三中全会的重大决业 都已经讲了 农村的这些 这个 像村庄这些都是 这个建设用地 那么如果你不影响在基地 那你搞一些经营的话 农村也有经营性建设用地 对吧 所以你知道不乱占耕地 在这个农村的建设用地上 你做这些一些开发 做到政府的规划和许可范围内 然后我想也是可以的 我想并不是当地政府也很聪明 好不容易外国人来的 还给我在这又吃又喝又买东西呢 来消费 它的确是改善了当地的经济状况 很多 尤其像这种状态呢 他这些农民呢 他离土不离乡 他仍然呢 在本地守家待业 然后呢和大家的这个成为这个这个旅馆的员工啊 那么或者是他的管理者或者是厨师 或者是这个服务员 而且的话呢 他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土地 就为这个小旅馆呢来进行各种供应 所以他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链 一个产业链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于尤其是这个地理位置比较好的是吧 或者风景比较优美的这样的地方呢 他可能是一个脱贫致富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刚才你们在说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请教两位 比如说在国外 你们看到一些一个先行发展的一些小镇 他们的生态保护的也很好 然后旅游做的也非常好 他们政府和市场之间是怎么协调的 这个去意大利去看了不少的地方 我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意大利农村给我们国家农村差不多 也是空心村 很多年轻人都跑了 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政策呢 就是成立人的 可以到农村自由的买农民的房子 也可以买农民的地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去 有一个退休的老人在罗马 还来过中国 他就到农村的去买了一个栽基地 搞什么呢 搞这个农家乐 就是很多年轻人的可能这个 我到乡村去开个车去旅游 转了住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不一定跑到城市去 我可能就在一个村里面住下来 他就专门接待这个 就是这些旅游子 但是冬天呢 他再回到罗马城去 因为冬天的淡季的时候 然后城里也暖和 然后农村比较冷嘛 还有一对这个医生夫妇 这两口子呢 在农村买了一大块的地 搞什么呢 搞有机农业 哎我说你一般的 像欧洲这些国家的 医生的收入特别高啊 我说你有那么高的收入 你怎么还来种地啊 他说就是乐趣 礼拜六礼拜天带着他两个女儿 然后呢做这个他雇了一拨人 这个很面积很大 既养猪啊又种西红柿什么都搞 他也搞那个就是橄榄油 这些东西 那么市场也很大 一到那一次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去了 当时这个两口都做了饭 之后我发现好几十个人 就是搞这些在乡村旅游的这些人 都在那个吃 哎我看了之后很多 这些旅游人把周围看完之后 我再来品尝一下这个这个这些有机的这个饭 然后然后再去另外一个地方旅行 想受到乡村很多的一种不一样的 既能想受到乡村的一种快感 但最核心的城市居民 他了解城市的需求 所以允许他到农村去 因为这些栽基地 这些地方了是荒了 然后因为意大利很多农村 也是很多人都走了 而政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这么基本上 因为他你想到农村去 我们想象的你要到中国的农村 可能动不动没信号了 然后这个你想上网 那也上不去了 他们的什么都有 所以我想政府主要干的一个事 就把基土设施都建好 各种公共服务 你想这些电信服务 还有这些基土设施水道管道 这些东西 那农村的基本上都在政府投入 从浙江德青 我们一下子扯到了意大利的小镇 其实也是根据这样一个 小小的村庄的一个改变 能够衬托出城镇化的一个具体的模式 那这样的模式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 我们今天特别采访到了 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会的副会长 一鹏先生 我们听听他对这种模式是怎么看的 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 一鹏已经第三次到德青来调研了 德青的城镇化方式 让他对中国城镇化 如何依托市场要素发展 有了新的思考 为了了解各地城镇化发展 一旁去过很多地方调研 他发现 过去不少地方的城镇化 有很强的行政色彩 这样的做法 限制了市场主体的参与和创新 也容易忽视和误判市场的真实意愿和需求 我认为只要你要在制度设计安排好 社会资本有足够的进去性 社会资本有足够的进去性以后 他们也会减少政府的压力 也会以可持续性来推动 要相信一点 市场投资运行的技术实施管理水平 是要高个政府投资运行管理水平的 那刚刚浙江得清这个案例呢 特别典型的 有一种新的形态出现 杨家乐 可能大家听说过农家乐 没听说过这个杨家乐 很洋气 很别具一格 那我很想请问就这个案例 两位能不能够跟我们分析一下 市场在发生着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我想最核心的应该 中国的基本上变成一个什么呢 世界跟世界更加融合了 我们这个过去一提到浙江 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浙江人 到世界各地打工去 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发展之后 很多老外也来了 所以中国的跟世界的整个走在一起了 过去我们很穷 基本上都是我们到发达的地方去 现在中国也发展起来了 很多老外的也到中国来看一看 到我们的乡村走一走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 他们来了不仅光去北京上海 还要去这些个村村寨寨 过去第一次来可能到北京上海看看 以后来的厕所多了 然后甚至在这定居了 我就可能愿意到乡村去 到这些中国有独特的五千年文化传统的这些地方去 不仅仅再提供在这些大多次去 其实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个农家乐的升级版 就是杨家乐其实是农家乐的升级版 我们知道其实从十几年前开始 主要是从四川那个地方开始的 农家乐周末的时候 城里的人到乡村的话去过一天 很便宜 那么住在农家里面吃的农家饭 那么这样的一个经营 你在四川里去看的话前些年的话是很农家风味的 但现在已经发展起来了 有的它的服务设施已经提升上来了 有的已经不再是农民自己经营了 可能是一个亲戚或者是农村来的一个有钱人 把原来的房子推掉了 然后又盖起来一个什么呢 更漂亮的内在服务条件更好的 那么原来的这些农家乐的这些内容的话 仍然存在着这样的一种 这是一个升级版 那么现在呢 在升级外国人来了以后呢 他把这个都再进一步的改造 服务程度呢 再进一步的提高 那么他又吸引他在国外的朋友呢 来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农家乐呢 实际上在向一个乡村旅馆在转化 是一场关乎十亿百姓的城乡变革 它装在着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吸引情 如何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记录新型城镇化的实验与探索 央视财经记者全会专家多地调查评论警读 这是他们的故事 也将是你我的故事 新城际特别报告 敬请关注 应该说靠市场 浙江德青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样本 让我们想到了 城镇化可以这样去发展 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另外一个案例 就是把市场的手 政府的手能够说得更明白的 是让政府的手发挥更好的作用 湖北 力川 这个城市呢也非常有名 曾经一句广告语 让它红遍了大江南北 那今天它的这个典型案例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思考 我们接着来看记者的调查 作为湖北省的西大门 力川市牟道镇的苏玛大 一直都是全省乃至全国有名的特困村 而如今 这里却是秀美新城镇的代名词 在一年半时间都成为一座那个新城 用了几万上十万人的一个新城 苏玛大重山环绕 森林覆盖率高达80% 每到夏季 70公里外的重庆万州 温度高达42度 而苏玛大最高温度却只有24度 这里也成了万州人最理想的避数胜利 三年间 一批重庆开发商来到这里开发旅游地产 这些开发商的涌入 打破了山寨长久以来的平静 如今苏玛大大小小在建的楼盘有几十个 秦泰祥家的新房就在其中 虽然还没建成 但他已经想好了各种用途 苏玛大从贫困到充满生机 对秦泰祥来说 就是眨眼见的事情 因为直到两年前 苏玛大百分之九十的青壮年 还都只能靠在外打工来养家户口 家里就纯粹是老人和那个 不能在外面打工的人 我在这里每个月只有那个 牛十块钱的收入 外面就给了我两百四 然后我就赶紧出去了 十多年的打工经历 和对家乡的思念 汇集在秦泰祥写下了这些散文和小说里 读起来依然心酸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 不得不去打苦工 白天我要挥水打九个小时了 天秀 手上 血泡成灰 疼痛难忍 脸皮也握不住 这个爵士当时我们书卖的 是非常贫困的 穷的 那一个穷不是用语言可以来描绘的 我们有两个女人 一个女人是因为家穷 抛弃离子 一个女人就是因为过年回娘家买不上东西 就喝药自杀的 所以当时苏玛当那种情况是非常可怜的 这条某道镇的老街其实是318国道县 当地村民喜欢沿公路街坊 是苏玛当唯一的街 也是唯一贯穿全镇的路 以前从没有堵过车的老街 今年夏天发生了严重的拥堵 万州重庆来的油壳太多了 那里堵车很严重的 就连那个地川市的那个交警都是过来支援的 一下子涌进来三万多人到苏玛当度假居住 人们这才发现苏玛当的水不够吃了 垃圾站太小了 在当地建设指挥部负责人胡复仙看外 最大的问题是一些先期建设的楼盘 由于缺乏统一规划 污水处理系统大多不达标 现在都需要整改 为什么公共设施建设不体现统一规划号呢 这些小产权房是最早进入苏玛当的开发商和老百姓私家协商 利用老百姓的宅基地建起来的 转眼间把第二期的交产权房 政府如果不管这是违规建筑 但如果要管又涉及到村民的切身利益 穷贯了的苏玛当人好容易才有了赚钱的机会 管还是不管 当时的王志万分纠结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怎么走 如果我们老卫星在生态环境好的情况下不能生成好 我觉得作为单位政府也对不起我们这里老卫星 我们是为了发展 为了摩托的发展 但是不管有不有路有不有政策 我们觉得要探索 要探索出一条这个城镇化的路 而就算王志他们还在寻找既不打压市场 又要合法合规的办法是 各种议论和质疑分支塌来 一面是市场天然的需求 一面是百姓致富的渴望 然而要满足这一切 却没有政策作为支撑 2011年11月 苏玛当的无需建设被叫停 违法占领的小产权房被要求拆除 有时候的市里面就当时和这个 我们的群众和老百姓都形成了堆子当中 拆百姓不答应 可不拆继续放任市场无需发展 会触及林地耕地和生态保护的红线 虽然小产权房违规 但市场的介入 开发和改造 毕竟让人看到了和穷乡僻壤 完全不一样的小镇生活 怎么在行政规定和市场发展中 寻找平衡点 王志的心里 当时有太多解不开的疑问 我们外出打工的人数是应该是全身全周最多的 我们七万多人七万三千人 外出打工人数打到三万多人 基本上那是北京地下 那么作为大伙 看到我们的老百姓这么哭这么困 所以我们说 当时我想在那个儿子里面上 不管怎么 不管反对的事情 又好多 我觉得我们要走水杀出一条血液路 要生态更要生存 能不能用发展的思路 既保护生态 又让村民们致富 王志他们开始了探索 经过六个月的全面调研后 当地政府改变了思路 胡福建当时临危寿命 来到了苏玛当 赶紧做了规划 在规划的领导下 推动开发 我们这个地方之前的 不是建筑物 之前的是生态 投资客商 看重的也是我们的生态 我们做规划的目的 就是最大先度的保护好生态 利用好生态 用生态来赚钱 这一次 当地政府的着眼点 不再局限于小产人房的心理 而是通过提升治理能力 进行整体规划 就这样 一个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方案 浮出了水面 当地政府聘请了华中科技大学 协助完成了这份规划 山上 山下 村里 村外 每一寸土地怎么利用 都通盘考虑 规划中 当地的旅游地产项目 总量被控制在300万平方米左右 原来的违规小产权房 在这个框架下 进行整改 部分项目土地 政府收为国有 再有开发商补税 进入交易市场 与此同时 公共设施的建设 完全按照未来 能容纳10万人居住的城镇 承载力 进行设计规划 按照规划 这里的城镇化 公共配套设施 总造价6亿多元 除了这座 2000多万元的供水工程 由政府投资以外 其他的全部采用市场化手段 进行民资资本参与 目前 配套影子 已经达到70个亿 创造了1000多个就业岗位 这条正在修建的 双向六车道环镇公路 完全由民间投资 建成后 沿线1000多个商铺的经营权 将是对投资商的回报 这个路要投资多少钱 这个路大概2个亿 大概2个亿 政府不拿钱 政府不拿钱 所以我们用笔记的方式 引进客商 来修进这条路 同时也进去了一条 您的风景街 全长4公里 夜下 他们又请来了重庆理工大学的教授 帮忙寻找可以持续利用的资源 进一步完善城镇规划的市场定位 产业地位 这里是苏马当的一处观景平台 雨过之后的山乱中 云雾缭绕 透过云雾 我们隐约看到对面的齐悦山 书籍正开国告诉我们 那里是湖北最大的风电厂 除了旅游文化产业 现代农业 低碳产业 也是他们密切关注的方向 低碳产业 就是我们的清洁人员 同时这个地方还有天然气 还有天然气 我们如果有可能的话 还可以做一些天然气的一些生加工 中国的城镇化 不可能是千篇一粒 肯定是多样化的 尤其是咱们这个山区 民族地区 城镇化怎么走 应该说苏玛当 这个地方应该为我们 探索城镇化的路径 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应该说这个案例拍的很典型 包括堵路 垃圾水处理 然后一些污染等等 政府主要是在做这些工作 那政府现在应对这个乱开发 做的这些工作 两位认为到位吗 我想的就是在市场经济中的 最忌讳的政府的有两个事 要么是不作为 要么是烂作为 不作为有什么 人家既然是搞市场经济了 那么大家都烂开发了 开发了之后 很可能就是 盲目的大家都上这些东西 况且一般情况 商人它是助力的 最后会出现 大家都赚不得钱 或者是把这个市场搞得很疯了 这个时候的政府就要什么呢 去规范市场 所以我想政府呢 也不能够就说 你什么都不做呗 当然另外一个也很忌讳的 就是一看某个地方赚钱了 那有些地方政府的就可能上来 就把别人赶走了 自己接过来 自己干去 所以要是个 这两方面上都是要避免的 那从湖北立川这刚才的这个典型案例 我们主要其实在想展现政府的调整 政府引导作用的一个变化 那你们从中看到了 我们政府的引导作用 在发生着哪些调整 开始的时候是政府想起作用起不了 但后来的发展到一个程度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你不起作用的话呢 那么你是失职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 这个地方呢 本来它就是一个小山沟 但是由于它特殊的这种区位优势 它就自然发展起来了 然后你管不了 管不了怎么办 膨胀起来以后 你不能任由它自由的膨胀下去 那把它耕地都占了怎么办 对吧 而且的话在这个地方 造成了这样的一些规划 如果要是没有进一步的规划 没有进一步的市政府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会越来越乱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政府呢就要 要把手插进来 这个时候该进来的时候 还是要进来 进来的话呢 那么这个下水道你得修 对吧 道路你得拓宽 然后呢 互相之间房与房之间的 这个这个间距的话呢 你得管是吧 那么这些呢 你要管钱怎么来 那么他们采取了一个措施 也就是说 采取了一个先结婚后办证的 这样的一个办法 就是说 已经这个地方呢 有一些开发商 开发的地方了 你再给我交一笔钱 你把它赎买了 那么现在呢 你正式领了结婚证 有了身份了 好 那么我这笔钱干什么呢 我用来规划 用来改造这个市镇 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 可能是 对于有一些 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新的市镇呢 他探索出来一条 一种新的经验吧 感觉像市场先跑出去 政府再给补台 这个作用 就真正能取回服务性 就两位说的这种服务性 就原来可能这个位置一直没有摆正 对 政府最忌讳的是什么 就是机械性的关卡牙 然后呢 让它调调框框 很成就的调调框框 所以我想在当地政府 我们很佩服的 就是要顺越民意 你是为大家去想办法来 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 而不是采用一刀切的 就把你就关了 想办法让导百姓的钱 对 我们国家之所以改革开发 能变成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都是政府来为各种各样的这些 民间企业提供各种服务 这样中国才能强大起来 如果你说 说这不合 那不合规 那不合法 最后都灌开 你给我这个地方 请你去玩 而且我觉得政府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在插手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坚守两条 一条是对于国家负责 也就是说 这18亿亩的耕地的红线的话 一定要守住 另外一个要为农民负责 那么只要守住这两条底线 我觉得政府可以非常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我想现在原来的很多政策的这个这个约束啊 那边都被突破了 因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打破旧的制度 建立新制度的一个过程 那么目前整个农村的建设用地 跟城市的建设用地差不多 但是这一块基本上是一种沉睡的资本 所以我想打破这个核心原因呢 应该是允许城市的资金的到农村进行开发 当然你说农村的地现在价格低 不能买 不能买 我可以租啊 我可以合作开发 可以入股啊 因为农民的宅地地 它的承包权我不能够买 但是我可以买它的经营权 我可以租它的经营权 所以这些政策上已经都突破了 包括你看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比如长三角 珠三角 过去很多农村的这些土地 最后都建成小城镇了 建成各种各样的工业区了 这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个很好的经验 那我追问一下郑先生 这些突破的发展的好的城镇 他们的政府的手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能够发展市场的手 我想可能这些政府的核心的一个东西都是什么呢 它是抱着一种发展的眼光 而不是一种很成就的一个 智力的眼光 对 就是一种很成就的 或者是拘泥一种字面语言的 我想我们中国的改革的总设计师小平中说的话特别好 无论白毛黑毛抓住老鼠就是好吗 我想地方的农民的我们他很原来很穷 那么他通过一种这个再不为非国家的更大的一种政策 或者是不破坏资源的一种情况下 他找到一个自负的路子 这种东西应该是去发扬光大 而不是动不动 所以你不合这不合那 然后通通把你打造 可能新的政策提出之后呢 我们可能胆子就会更大一些了 那你们觉得未来我们的政策突破 还有哪些可以更快的让我们的城镇华得以实现 我想未来你比如像这个谁都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到城市来居住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但是大家在城市一生活之后呢 会产生另外一种很强烈的冲动 就是我要在这个旅游度假的时间 我要到农村去看一看 呼吸一些自然的空气 看看一些田园的风光 所以那么现在的整个农业的 就有一个新名词叫什么呢 叫做这个多工农性 就是过去的农业就是吃饱肚子 现在很多农业可能是观赏 那么这样来说 很多农村的传统的智能 就是生产粮食的智能就改变了 比如我去浙江有一个村庄 印象特别深刻 原来一个村庄可能就是一个村庄了 那么浙江的一个通通村呢 它每一年光门票的收入四千多了 是一个村庄 它应该是一个很漂亮的村庄吧 建的相当漂亮 上海不是搞国际博览 它这个是做一个村庄 在博览览展览的唯一一个村庄 尤其是跨海大桥一修好之后 很多上海人开的车 然后都到这来了 确实这个村庄建的相当的漂亮 而政府的手在这个村庄建设的时候 起到了什么作用 它一定起一个很大的作用 你想原来要如果农民 你自己各种都是农色什么 大家可能没几个人来看 因为都千田于律 这个村庄整个是一个大花园 您了解到的情况 政府在背后做了什么工作 做了很大的工作 比如这个村庄原来有很多乡村企业 它现在把乡村企业 整个都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这个村庄没有任何企业 这是农民做不了的 这个农员绝对做不了的 农民 况且它把这个村庄整个都规划 重新规划了 这一块别墅区都是居住区 这一块专门是各种大花园 这一块是各种游览区 它整个八村庄 化成了很多工农区 这样来说 才能思合于很多外来的游览人员来观察 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容忍 各个地方农民 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推动下 那么它自己去尝试 当然我们觉得 在土地的用途上来说 我们国家的话 最严格的土地管理 这是对的 一定要坚持 原来是耕地 一定它还是耕地 但是在农民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这方面的话 到底城市里面的人 农村里面的人 资本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合作方式 那么让他们去试 那么可能 那么最后 在只要你能够保证农民的权益在里面 那么我觉得各种各样的方式的话 都应该云举试 而不是说按照我们现在的条条框框的话 去执行 谁一弄出来 一旦有什么越界的话 马上去掐死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种农村的改革之路的话 那你没办法往下走 容忍说得非常好 可能换一个角度就是包容 可能需要政府更加包容市场的这只手 那城镇化无疑是需要市场的手来推动的 在这其中 政府的手怎么能够发挥出更好的作用 我们驱动 政府引导的城镇化 在国外已经不乏成功案例 在欧洲 一些特色小镇融入了现代化的都市设计与规划 变得更有魅力 瑞士达沃斯 是一个人口仅有1.3万人的小镇 在滑雪圣地和温泉度假小镇的基础上 通过政府引导 这里的会展经济 每年为当地带来超过3亿瑞士法郎的经济产值 市场推动下 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 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也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一平一起研究的课题 在他看来 政府职能定位不清 是影响目前城镇化质量的主要问题 就是市长把自己当CEO 所以招商引资了 推动经济增长了 这个在过去其实是比较成功 但他接下来引发的这个问题比较多 第一是政府自己在这个球场上踢球 他本身就是对于其他的一些非政府部门 他可能就不是特别公平 那么政府总先就去这个做这个市场上的事情 他就不太这个关注 他本身应该做的 我觉得政府的主要功能 是应该提供所谓的公共服务 像比如说维持秩序 这个保障这个公益正义来等等 这些工作社会福利来 等这些工作其实比较前缺 18届三中全会 中央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让黄一平读出了更多新的信号 在他看来 新型城镇化 要想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需要智力能力的全面提升 他为什么说决定性的 跟原来的提法不一样基础性的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认为市场 可以决定的东西 政府不要干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原来的 往市场走的方向更明确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政府 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 它没有一个很硬的预算约束 就是我们说的 不存在一个谁借钱 谁负责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 如果你现在一推这个城镇化 可以想象 大家都会铺开来干 铺开来的结果就是 GDP增长又开始反弹了 基础设施改善了 但是会拉下一大堆的 这个地方政府的负债 以后的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 会大幅度上升 是一场关乎十亿百姓的城乡变革 它装载着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新引擎 如何完成从冬年到四年的转变 进入新型城镇化的实验与探索 央视财经记者全为专家多地调查评论解读 这是他们的故事 也将是你我的故事 新城镇特别报道 敬请关注 城镇化的话题 今天我们主要谈论两只手 政府的手和市场的手 怎么协调发展 那节目最后呢 想请两位再总结一下 这两只手 怎么才能更好地推荐我们的城镇化 我觉得这只手呢 既不要用来去拆房子 也不要去主动地建房子 这两件事的话呢 都让农民和开发商 他们自己去协作 那么对于政府来说的话 一方面的话呢 把中国18亿土地的 18亿亩土地的 这个耕地的红线守住 另外的话呢 就是给所有的这样的一个 新的城市的城镇的成长的话呢 提供基础的公共服务 我觉得就好 而不是政府再去做开发商 郑先生你的观点 对 我想这个市场的力量呢 一定是很强大的 所以整个经济的运行 应该让市场来做 那么政府的主要是提供服务 不要像过去一搞城镇化 政府就开始圈地 去建房子 去卖地 这是最忌讳的 新兴的城镇化呢 一定是政府做好各种服务 让这些市场自首呢 发挥作用 那么政府的在背后 把这些各种各样的服务 都提供好 相信市场的力量 这也是我们对城镇化 寄予的非常大的一个希望 就像郑先生说的一样 市场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这些一个自由的交易也好 需要政府的手来帮助 公共设施的建设 和一系列安全的保障 那希望未来两只手 能够更加的协调合作 最后听听网友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